怕是圣上说 你能匡扶设计 你也敢答应 你不是医 直说 腰卫或是绵烟子嗣 你做到了 他心中欣喜 抱住他 在他胸口蹭了又蹭 阿正 我们有孩子了 许是太过高兴 进一步小心蹭到了他的伤处 就听他撕 低一声 承哨商起身 方才还在欣喜之中 这会又是忧心忡忡 你快让我看看 你伤哪了 霍布仪拉开礼仪 露出左肩的位置 那个血窟窿被纱布包扎着 应该吓不到他 可看 到纱布中透着的鲜红 他还是心疼极了 霍布仪就是这样 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 疼不疼 他手指倾出伤口边缘 小心翼翼地 生怕弄疼他 握住他的柔仪 他轻声安慰 你放心 我不疼了 如若之前 他可能还会装上衣 装 引得他心疼 好生照顾腻外几日 如今他有了身孕 他可舍不得自家夫人操劳 你如今有了身孕 不许太过操心 明日我便吩咐他们 将腹上尖锐的雾气都收好 你现在最主要的 就是保护好自己 你若有个闪失 我怎么办 梦魇的场景 又在脑海中浮现 那种崩溃 他不想体会 承哨商文言 知他担心自己 他笑颜如花 点头答应 你也是 你要有什么事 我和孩儿怎么办 所以 在你伤势大好之前 羞怒在家 眉也不许去 不知是进来 日夜兼程的赶路 太过疲乏 还是他夫人抱着 实在温香卵郁 或 不宜这一觉睡的 实在是难得的安心 撑着伤口 缓缓起身 亲手亲脚的 生怕吵到身 编人 多年军营生活 他习惯早起操练 像今日这般 实属难得 昨夜担心 少伤身子 自己的伤口 倒是忘了处理 如今宽下礼衣 里头的纱布 已经渗出血来 艰难地撩开一看 先 血粘着纱布 皮肉都粘连在了一起 刚想拿起外袍 出去轩衣棺来包扎 身后便传来了 熟悉的脚步声 很轻 但他还是听 出来了 少商穿着 单薄的衣裙 赤着雪白的双足 许师还困乏着 一双眼睛 眯着 迷迷糊糊地 朝他走来 然后张开双手 缓住他的腰 看着 就像个没睡醒 但又想撒娇的 孩童一 搬 阿征 你怎么起来了 你答应我的 会羞慕在家养伤的 舒舒服服地 靠在他怀中 他闭着眼睛 仿佛就这么站着 也能睡着似的 或不以宠溺地摇摇头 将怀中的人 一把抱起 让他的脚踩在 自己的斜面上 天越来越冷了 你这贪良的毛病 一点都没变 这么赤着足 要是着凉了 岂不是糟 醉 他声音轻轻地 不似责怪 反倒像哄孩子 睡觉一般 成少商文言 只觉得耳边 酥酥妈妈的 闭着眼睛 笑道 你好不容易回家了 得多抱你一会 谁让你偷偷起床的 我一着急 所以才吃着足追出来了 他低头 看他抱着自己的模样 笑得一脸满足 但他若再抱下去 恐怕这伤势 瞒不住他 碎开口 你如今有了身孕 难免困乏 再去睡会 我让连房将早膳送进 来 好吗 正想将他抱回床上 怀中的人 却摇了摇头 后退了半步 他舒展了个懒腰 打了个 哈欠 睁开眼睛 看着他 来吧 来什么 或不宜看他眼神亮晶晶地望着自己 一下子有些猛 替你包扎伤口啊 你昨夜陪着我睡下 这回伤口肯定渗透了血 快 宽衣 我给 你上药 说吧 撩起自己的衣袖 跑去拿伤药 少伤 别跑 慢点 把鞋穿上 他越是推辞 他就越是确定 霍布宜这次 伤得一定不轻 他早有耳闻 这次西部州 郡的匪徒 嗜血好杀戮 哪有这么好应付 所以陛下才无奈 让霍布宜亲自带兵弓 下 线下 看着左肩的血窟窿 更是印证了猜测 虽然赶路这些日子 已经长出些许血 肉 可疲惹外翻的模样 还是让他红了眼眶 他熟练地替他擦拭伤口 上药后 小心翼翼地包扎 或不一看他眼眶红红 咬着唇的模样 并不敢直升 直到眼泪四断了线的珠子 一颗颗掉下来 少伤 我没事 好了 好了 你别哭了 我之后一定小心 他有些慌 轻抚他的 后背 安慰着 成少商擦了擦脸上的泪水 看得霍不宜 神色委屈 此生 我有身孕了 霍不宜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点点头 将他搂在怀中 我知道你在害怕什么 你放 心 以后我一定更加小心 我们好不容易走到今天 为了你和孩子 我一定不会出 是 他要的 就是这么一个承诺 从前 他不敢嫁给武将 就是害怕武将出生入死 万一 有个好歹 他该怎么办 他点了点头 双手圈住他的脖梗 他们都说你英勇肖战 可谁又知道 你为了这 万家灯火 星光灿烂 付出了多少代价 此生 太疼了 许氏近来有孕在身 说道 这 想到那血肉翻飞的模样 眼眶又湿润了起来 知他心疼 祸不移的大手 小心翼翼地 扶着他的小腹 承哨商见他 眉眼温柔 少 商 遇到你之前 我从未有过真正的家人 现如今 我们有了孩 有你们守着我 我 知足了 还有 陛下已经下了旨 封我为周牧 待你生产后 我们便启程 届时 我们府 月孩长大 你酿酒烧瓦 我们太太平平地 过好我们的小日子 这消息 属时来得有些突然 他一直想离开都城 出去走走瞧瞧 一下子静也不哭 捧着他的脸颊 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 阿正 那我们努努力 多生几个 或不宜失笑 低头亲吻他的额头 想这么长远 那为夫 一定好好努力 你晚些 可别哭着求老 说完 谋色深深 气氛一下子就 以你了起来 成绍商被他盯得 意乱情迷 仰头在他喉结处 亲吻一口后 就陶冶似的 离开他的怀 抱 不行不行 他可是要当阿母的人了 为了他孩儿的性命安全 可得离这个 红颜祸水远一点 新年即将到来之际 成绍商终于熬过了最难受的孕途 迎来了最舒服的孕中期 像 比之前吃什么吐什么的日子 最近可是太舒服了 前些日子 他胃口不佳 瘦了 或不宜因为担忧他身子 也跟着瘦了不少 所以 这些日子 只要他吃香喝辣 必定得拽上 或不宜一块补补 是以 看着自己圆圆的肚 他一度怀疑 自己是吃胖了 或不宜 却不这么认为 瞧着他显怀的肚子 静下想到了陛下的话 朕找人打听 过 他阿母 大母都能生会养 子圣啊 带儿女成双 可别忘了来谢谢我呀 思虑到这里 所以立马起身 让人换来了孙医官 待知道结果后 成绍商直接懵了 什么 双棒 吓得他嘴里的饼子都掉了 夫人的脉象 是双脉无疑 恭喜霍周牧 恭喜周牧夫人啊 众人大喜 唯独霍不宜站在原地 成绍商不解 走近他 嫩白的小手 在他面前挥了 挥 阿正 你不高兴吗 霍不宜看着他 微微隆起的小腹 陷入了不安 他体质不是很好 曾经发了两次烧 差点就没缓过来 可这么娇小的身子里 却要孕育两个生命 少伤 我只是有些担心你 他握住他的手 包在自己手心里 成绍商闻言 却是奄然一笑 不就是两个孩儿吗 别担心 我没事的 我阿母可以 我定然也可以的 他自信地拍拍胸脯 好让祸不宜放宽心 见他还是猝着眉头 无奈 成绍商只能点起脚尖 一双手扶过他的眉心 让其舒展 阿正 有你在 我不会有事的 就算我到位阳王殿 你都能把我抢回来 所以 放心吧 耐人闻言 欣慰一笑 心想 也对 夫人所言甚是 好